什麼是烏龍茶呢? 它是屬於六大茶類之中的部分發酵茶 也就是青茶 發酵度介於10%到90%之間 所以不管茶青是什麼樣的品種 只要按照青茶工序所做成的茶就是屬於青茶 在台灣只要是按照青茶工序做的茶就可以稱之為烏龍茶 所以這邊提到的烏龍茶都是屬於它的做法 舉個例子好了 四季村烏龍茶它前面的四季村指的是它茶葉的品種 後面的烏龍茶指的是它青茶製成的做法 所以上面提到的青茶它的發酵度介於10%到90%之間 在這之間的茶都可以稱作為烏龍茶 如果做的輕發酵一點像是十幾%的文山包種茶 它的味道就會比較接近於綠茶 如果發酵度做的比較重的話 接近90%那它就會像是東方美人茶又或者是紅烏龍 它的味道就會比較像是紅茶 那我在做的高山烏龍茶它的發酵程度是介於20%到30%之間 就像我現在手上這一杯的色澤 呈現於蜜綠金黃色 所以說台灣的烏龍茶風味真的非常多元 建議新手買茶之前可以先做個功課 點擊我旁邊的頭像 按下關注了解更多茶葉知識 才不會買茶的時候想買這種輕發酵的烏龍茶 結果買到接近紅茶的烏龍茶喔